韓國瑜說要讓高雄出總統 賴清德反嗆 這次總統是出自屏東 賴清德 大家歡迎給我們到副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賴清德領著副總統候選人身份 今天上午來到苗栗為立委輔選 他先來到了一名廟殘敗 還與熱情的支持者握手又合照 全力搶攻客家選票 一見家 祈求公條五順 國泰平安 賴清德強調 數十年來民進黨都跟大家一起奮鬥 堅決的拒絕一國兩制 不讓台灣成為第二個香港 最後畫風一轉又說 藍營有一些人 硬要跟中國來簽署和平協議 誰守護台灣 誰站在本土立場 誰要為苗栗奮鬥 要為台灣奮鬥 我們就是誰 苗栗縣如果要改變 苗栗縣如果要未來 就從支持好人才開始 好不好 好 高雄人才祭祭 未來一定會出總統 但這一次應該不是 這一次的總統是出自疲倫 應該是很自然的事 奈青德馬不停蹄 接著又到銅鑼科學園區進行參觀 來到一家裝衛特斯拉汽車 製造馬達零組件的供應商 富田電機 參觀後 聖戰對經濟發展不遺餘力 媒體接著又問奈青德 之前說要下架吳詩瑤這件事 奈青德則笑笑的又尷尬的說 昨天本來講要下架吳詩懷講到吳詩瑤 你覺得這樣會不會影響吳詩瑤的選擇 不會啦 吳詩瑤吳詩懷 聽起來很像 不過守護台灣的是民進黨的吳詩瑤 到中國去聽訓的是國民黨的吳詩懷 民主不能夠妥協 守護台灣要靠全國父老鄉親一起來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支持守護台灣的吳詩瑤 下架國民黨的吳詩瑤的吳詩懷 可以唸錯一個字 但是選票完全不能夠唸錯 拜託大家 聽過新聞明理報導